哈佛大学曾对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这样一次问卷调查 你最后悔什么 在相关人员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之后 得出了这样的统计结果 第一 92%的人后悔 年轻时努力不够导致一事无成 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图伤悲 多数人都遵循着一种从众的生活态度 别人学习他也学习 别人工作他也工作 别人娱乐他也娱乐 自然的别人得到什么他也不可能得到更多 第二 73%的人后悔 在年轻的时候选错了职业 许多人在选择职业或去创业时 考虑的第一因素就是稳定的收入和安逸舒适的生活 而不太愿意去面对那些具有挑战性的机会 没有了压力自然就缺乏了动力 没有了动力也就埋没了潜力 第三 62%的人后悔对子女教育不当 许多父母采取了强制 监督甚至棍棒等方式 来逼迫孩子按照自己设计的线路发展 可到最后 多数父母却不得不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 只有极少数所谓的成功者例外 但他们也在感叹 孩子这些年过得太苦 丝毫没有享受到童年少年应有的快乐与阳光 第四 57%的人后悔 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伴侣 罪过方之久浓 爱过方之情重 人类永远发明不出两种物质 一是忘情水 二是后悔药 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 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第五 45%的人后悔 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句话永远都不会过时 许多人在60岁前用身体去换取一切 在60岁以后 又用一切去换取身体的健康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纵有千万家产 又能如何呢 我们正年轻 但终有老去的一天 当你老了 你最不希望自己因为什么而后悔呢 感谢您的收看